大家好,歡迎收聽 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的怡德特約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傳人 拜登打了一個電話給烏克蘭的總統 他有一個保證 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美國將會做出果斷的回應 什麼叫果斷回應呢?他又沒有說清楚 當然沒有,果斷回應 我覺得拜登任來做了一件最果斷的事情 就是在阿富汗截棍 我都忍不住笑 果斷回應,英文原話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美國會回應 對不起,他不是說美國 他說 The United States 會回應 就是果斷回應 有什麼果斷回應呢? 沒有果斷回應 我的看法就是 好了,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還在吹奏的西方媒體 俄羅斯就會出兵烏克蘭 但實際上沒有的 沒有什麼動作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動作 我看了很久了 其實看了幾天都沒有什麼動作 才說回這件事 這個烏克蘭總統真是天真 他說 拜登總統強調了美國和他的盟國 和合作夥伴 他說 沒有你 就 Nothing about you without you 即是 沒有你就沒有你的 原則承諾 Nothing about you without you 他是這麼說的 說真的 沒有承諾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承諾 現實就是 Nothing about you without you 這些是沒有的 說就是這麼說 實際上沒有用的 但是 這個烏克蘭總統好笑 他說 這個電話證明了我們關係的特殊性 這樣就行了 是啊 但是你要記得 這個烏克蘭總統以前是一個喜劇演員 所以他說話也是很可笑的 哈哈哈哈 像棟督笑做總統 是啊 是啊 Proves the special nature of our relations 其實嚴格來說 他是 周星馳那樣的人物 就是烏克蘭的周星馳 咦 竟然做了總統 哈哈 哈哈 很冷奇 所以 當然 他又學習川普在推特那裡寫 我們討論了烏克蘭和美國和其他合作夥伴 維護歐洲和平 防止這個暴力進一步升級 改革去寡頭方面有聯合行動 就是 呃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 感謝這個烏克蘭 就是 烏克蘭感謝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 就是 We appreciate the unwavering support of Ukraine 哈哈哈哈 他沒有寫Ukraine 不過 真是好笑 人家說一下你就說堅定不移 連武器都送不到給你 怎樣堅定不移 真是好笑 說一下而已 就是 是不是要舔吧 照意思就是 是啊 照舔 當然 同時 其實這是美國時間1月2日的事 俄羅斯總統外交政策助理 由李烏沙科夫 Yuri Usherkov 他就說了 普京就告訴了 拜登 聽 對超級核大國 在取行動 將會是一個錯誤 哈哈哈哈 Nuclear Superpower 其實 俄羅斯現在是唯一的 這件事 他核彈頭好像比美國人多 到現在也是 是 黃律師是這件事最多的 是啊 但是他們兩個一打 整個地球都沒有了 沒有了 意思就是他綁最多炸彈在身上 的意思 你不要動我啊 一起抱著他就死了 這兩個核武超級大國 很瘋的 又告訴大家 竟然其中一個就是 美國主張中國都要減核武 但中國核武很少 零頭也不夠啊 其實是 不知道要減什麼 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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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頭也不夠 減到你們先減 對不對 不是啦 哈哈 他就說 為何我們今天也要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普京 拜登 其實 都是要 要談的 俄羅斯北約理事會 1月12日就會開會 然後9日 先說9日 9日其實就是 拜登和應該普京會見面 12日就是 俄羅斯和北約理事會開會 之後呢 歐洲合作會議 又會再開一次 在13日的時候 好了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所以就是說 當然啦 俄羅斯現在就被人說 他沿著烏克蘭的邊境 集結了數以萬計的士兵 並且 就有發射高超音速武器 的東西在這裡 還有去試射 其實就是 hypersonic 那些高超音速的東西 真的這麼厲害嗎 當然啦 這樣試射就不代表 說他真的會入侵 烏克蘭的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說 說會入侵烏克蘭 全部都是烏克蘭說 說俄羅斯想入侵他 其實就是 尤其是 烏克蘭在推特上 經常都發一些圖片出來 說俄羅斯 會怎樣入侵他 當然啦 俄羅斯也繼續向美國 和他的盟友發出最後通牌 就是 這個就是俄羅斯要求的 烏克蘭必須 永遠不准加入北約 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 就停止向東擴張 但是拜登 是採他的生芒果的 其實是 沒有理過他 根本上 其實 不過拜登 給什麼保證 烏克蘭也是沒有用的 拜登這個人 他保證了很多東西 其實都兌現不了 你說 哈哈哈哈 大家都覺得好笑 他說果斷回應 最果斷的東西就是 很快做的 真是快刀斬亂麻 是搞到一劈屎的 就是阿富汗 離開阿富汗 切棍 真的搞到一劈屎 臭到沒有朋友的屎 還要是 當然 這些是荒謬的事情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訊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那個地方 就是烏冬地區 其實 到現在都是有零星的衝突 就是烏冬那裡 到現在都是有的 因為 有些烏克蘭的人 想拿回烏冬 烏冬那裡 他就 有另外一班人 搞的 所以這件事 不是這麼簡單 不過你說 美國人支持俄羅斯 支持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看來就是沒有用 其實很有趣 美國那件事 是好笑的 美國這件事 也牽涉到拜登的兒子 因為 在2019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被民主黨彈劾 那個指控就是 指控特朗普 拒絕對烏克蘭提供軍事和外交支持 那是怎樣呢 就是逼烏克蘭那邊的總統 調查拜登的兒子 在一間烏克蘭能源公司裡 扮演的角色 哦 咦 會不會有 又是串在一起 又是 這些是不是陰謀論 其實不是陰謀論 其實西媒也是這樣報的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美國可能 現在的春秋不發 大概是這樣 美國可能之前 因為特朗普 所以沒有幫到烏克蘭 所以搞到烏克蘭 在面對這個困局 這樣 共和黨人也有借了特朗普 就沒有表明 美國對烏克蘭的承諾 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這樣說 所以這個就 可以再看看 這件事其實是好笑的 其實現在 烏克蘭的總統 你把自己的安全 就放在美國人手上 其實真的笨到不得了 是愚蠢到不得了 這些東西 不能靠外邊的 就是拿國家安全來做一個賭注 拿來做籌碼 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是啊 但是這樣做 其實也是 不是很適合的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你不可能是 靠美國佬 和靠歐洲 你是一個國家 你是一個主角國 是啊 好像《女士春秋》裡面有說的 全亡安危 勿求於外 無自知疑 真的沒有自知之明 這個烏克蘭 是沒有的 而且也是 把自己的安全 交托在別人的手上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而且烏克蘭本來是有辦法 有些核武 它是放棄了 我打算可以把安危交給其他人 放棄了 完全親北約 希望我準快加入 不知 拉到那麼久 北約也不肯讓他加入 有時候總統還試過在推特放流料 北約終於答應我們讓我們加入了 這樣寫出來 然後北約立刻出聲明 沒有這回事 是啊 Like Ricky就是烏冬地區 最初以為是說 宅其是日本烏冬 不是宅其烏冬 不是宅其烏冬 不是烏冬 好啦 Laramito說那段回應只是口號 是的 那段回應只是口號 美國衝就是這樣 你看看 他最初跟阿富汗怎麼說 我們一定支持你的 算到數不適合 全部都撤走 其實我最近看過另一本書 那本書就是一個美國記者寫的 我也忘了書名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憑記 告訴大家 裏面說什麼 美國記者說 其實阿富汗的穩定 其實只會益了中國 我相信拜登也可能看了這本書 所以就搞事了 其實我也說了 中國周邊一定會有很多亂的事情出現 現在哈薩克斯坦也是亂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有聽過我們的節目的話 其實現在你看到 很準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還準 比印度神童還準 為什麼 因為這些是基於對美國的判斷 美國會做什麼 美國會怎樣在印太地區玩東西 他就是要中國周邊的地方亂起來 下次哪個國家呢 土庫曼 塔吉克斯坦 這些地方很大機會 還有南亞 南亞的國家都不是那麼穩定 有時候 可能動一動就爆發了 就好像 這個 克薩克斯坦 無端爆出這麼嚴重的騷亂出來 你說有沒有外國的勢力去影響呢 當然媒體也沒有這麼說 我自己就懷疑肯定是有的 現在會有其他事情搞 但是你要認清楚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不是處理不了的話 你都不會被別人那麼容易點著 即是那些 暴動、示威那些 自身的問題 其實物必先赴而後重生 就是這樣 他本身是先懶懶的 是沒有辦法的 那麼小南就說 167政變不要提了 那167政變是很厲害的 這個167政變 他們現在 美國其實你看到 有一部分人 是想再動之旗出來 要瘋過阿琴 就是 他還要是有個議員 有機會我們下午說 有個議員 就拿了一頂阿琴的帽子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頂帽子 是義烏製造的 他燒了它 然後拍了一條視頻上的推特 是啊 有東西看的 現在是過癮的 美國 美國不是 就是說 沒有風險的 美股其實你都要留意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說 Dario Ray Dario 他說 美國內戰 未來十年內戰的風險是三成 其實我覺得是不止的 潮水主席 Connie Chan 說 烏克蘭以前是歐洲糧倉 搞到今時今日 受苦的人民 其實到現在 烏克蘭都會產很多糧食 烏克蘭 烏克蘭他有一些問題 就是處理不了 其實你跟烏克蘭人說 他都會叫你去基庫買樓 我自己有個朋友 就是他叫我去基庫買樓 基庫啊 我們在那裏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你看看我們在那裏 整千年了 都一樣坐在那裏 就沒事 一樣的 立不倒 他是這樣說的 你這個政局不穩 大哥 你真的經常出現一些衝突 你連在烏克蘭的人 都要去外國賺食 就知道這個國家多麼不行 就是 你本身那個衝突 你一直都是維持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導致這個社會 導致這個國家 你說樓可不可以升 老實說 一個不穩定的社會 樓可不可以升 很簡單 一個問題就是 難一點 其實要有信心 如果那個地方 樓可不可以升 或者是很高 很難攻 那些 通常都是 那個地方 有一些周邊的地方 沒有的優勢 是 所以樓才會升 就會升得很厲害 是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好嗎 就這樣 拜拜